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来想说一本书 我不说 我等着作者亲自上来 我才介绍这本书 这本是我近年收过最喜欢的一本书 我用QT来形容 今天我想说一间酒楼 几年前有报道过的 现在还在吗? 其实我都不书 今晚就是看 但在两三年前报道过的时候 它还在 就是在深水浦百祥大厦 一间荒废的酒楼 好了 在北河街 这间两层高的酒楼 丢空了 如果现在 足足40年了 41年 它最具辨识的就是大堂旁边有一块有凤凰的木壁画 我当然见过了 那时雕龙雕鳳 现在我们去到外国 郑理在英国读书或者去旅行 其实在外国唐阳街 酒楼仍然很流行有龙鳳大礼堂 那类东西 香港就少了 它就算做到 有些是专业买牌的 这些都看不到 没有啦 香港现在就算做那些婚宴 中间它直接预计了一个bedrop 可能有个心灵玫瑰 龙凤城城很适合 龙凤城 rooting笑 龙凤城很适合 龙凤城做了很多 亦都因此而 这些是乐班的 目标 这些是楼梯� 평 reminded 据说 人手雕刻的目的在酒楼当行动 就留存至今 2024年 已经有60年的歷史了 酒樓的歷史就不止鳳凰木的壁畫 有老街坊說第二代的老闆一家人 有一次在一個震驚國際的空難事件裡面含包散 酒樓就丟空了 變成廢墟 近年酒樓被政府收回 亦由於所在的大廈是鹹水樓 所以不時有政府工人出入酒樓進行維修工程 我為大家看得比較投入 我們先看看原子的照片 這是一間的 你想想 這樣都丟空了 你看到長卿的東西就不關事 什麼通渠 核醉暴醋 就擺明人家的店舖掛一些東西 只是做廣告宣傳 好 再去 大家想像到了 好 下面大堂上樓梯 旁邊有一個用目標的壁畫 OK 沒辦法 丟空到如此 幾十年 好 再去 那個字就被人剪走了 之前是什麼茶樓來的呢 是什麼酒家來的呢 好 還有沒有照片 最後這一張 這裏就是位於北河街的百祥大廈 這個百祥大廈 也都是我們今晚呢 在一個七月初二 踏入這個余蘭節 一個鬼節 鬼月的裏面 講的第一個鬼谷 好 百祥呢 證明真的不是多長 當然我們可能有網友在百祥大陸住 希望我今晚的節目 不會令到你們 不過不要緊的 好 我們先看看這裏 有保育人士就說 其實政府可以參考危法局 就說好像昔日油麻地那樣 將丟空的物業改建為活化廳 其實都有些在做的 這一間茶樓呢 我們看到那個鐵閘呢 都很有年代感 但是你說是有八幾年丟空到現在五八幾年呢 對著現在幾天年 但是在我們世上這些集子就真的很常見 不是太難見 太普通 他說現在酒樓是用鐵鏈鎖住的 集外面 茶樓的名字都剪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剪了茶樓的名字 這天就是上下的茶樓的名字 消失的名字 令這間凋空多年的茶樓 蒙上了一個神秘的面紗 原來這間茶樓叫得起,我記得以前住潭公道,有一間類似舊式酒樓叫得華,得到的得起就是歡喜喜,得起茶樓酒家 居於附近多年的老街坊就知道了,他們找了一個老街坊叫安叔去訪問,記者就說 安叔就說茶樓被政府收回之後,名字就被剪走了,就是政府做的了 至今只有區內好像那些老街坊就依稀記得茶樓的名字 他說得起茶樓酒家,安叔也想起很多舊事,去了一幢大廈是1963年落成的 即是他這樣61年,第一代茶樓就不是叫得起的,就叫百祥大酒家茶樓 那是百祥大廈,這樣就很正常,用大廈同名的,後來業主就決定把茶樓搬去旺角那裏做 於是乎原子就逆手給朋友,就是後來得起茶樓酒家的東煮了 至於茶樓,即是酒樓是租還是買的就不知道了,不過估計如果租的話 那業主收回來就不會丟空幾十年了,似乎很有機會得起經營者買了下來 也因為有些事故,所以才會這樣叫兇 好了,當年得起茶樓都很就生意興隆 安叔就說自己都是熟客之一,他說這些食物不錯的,環境都不錯 但是以前的茶樓仍然是有人捧著點心來賣,大家不要想著 我有看照片,安叔七八十歲,六十年前十多二十歲 其實你要記住,這家酒樓剛才說過,他經營到1983年才有意外 1983年距今是四十一年,現在七八十歲,他都已經三四十歲了 他說德華的食物不錯的,除了有人捧著點心買,還有談觀 八十年代還是會有的,其實我想九十年代頭 或者甚至如果你還找到這一類酒樓,都可能會有談觀 有人用越南港,假如你還找到這些酒樓,都可能會有談觀 上海街頭還在哪裡呢,德華還在想一個名字,德華還在想一個名字 德華還在想一個名字,德華還在想一個名字,還是早幾年拆了 好像沒有了,是這幾年而已,如果沒有了 德華都一定去過,德華還在想一個名字 德華是否會有談觀呢,你說這幾年 德華應該拆了這幾年,早幾年都還有 吃夕豆飯,那時上海 德華主要是做附近街坊生意,熟客都有固定位,早上就來 是坐在那裡,他說如果有街外人來,部長都會隔外份外留意 和安叔聊天期間,也有街坊插嘴 他一樣是說,是啊,那些東西挺好吃的 是茶就差一點,不夠熱,冬冬的,說真的大膜 就是跟我一樣,幾十年都記住人家那些 其實好的就講一下,我們當然要學 不好的就不講,應該是這樣 不過呢,茶不夠熱真的不想怎樣 你真是好想大膜,茶不夠熱就 好了,茶樓為何荒廢呢?源於東主一家的不幸故事 1983年,東主一家難得出遊 難得出遊原來是他們第一次出門,整家人 他們坐大航空007號班機在美國飛回韓國的時候 被當時的蘇聯誤認是美國的偵測機 就向它發射飛彈,很出名這件事 客機被擊中,機上269人 包括所有乘客和機組人員全部都來懶 事件當然軍動 根據當年的報導,其實是有14名港人死於這次空欄的 相信東主一家也包括在內 安叔就說,附近有不少街坊都知道這件事 當時他們也在街坊口中得知東主一家磊欄 他說他們磊欄之後,其實附近也發生很多意外 流傳之下這個白牆大廈,即吉祥的牆壁 就變成很多都市傳說 他說有一件事真的很恐怖 安叔提到他妹妹就走了 深淺在酒樓附近的報紙檔當主 24小時全天候營業 因為他住在區內唐柳安叔 所以他有時候也會幫我妹妹看報紙檔 他說目擊這件事非常恐怖 到現在說起,都仍然覺得柔有餘偉 是安叔霸是幾歲的 他說有一次,他坐在看看檔 看到外面有個交通意外 死者就是一階之隔的冰室員工 他們認識的,就是隔壁的冰室員工 當時這個年輕人就衝紅燈 因為他趕著去外賣 之後就被車撞倒 拖走一段路 司機也不多為意 附近街坊就這樣大叫 司機停車,撞到人了 司機停車 這個時候,被撞隔壁的冰室員工 竟然站起來,走到他那裡 跟他借電話或打電話 回到老闆請假,受了傷 冰室員工當然,他們都呆了 冰室員工知道,就馬上走出來 他們都呆了 他說,因為基本上 其實那時候那個年輕人走過來 是沒有了一塊臉 當日他送到醫院後 那個年輕人就不治了 你想一下,其實這些不是鬼故 是不是更恐怖的鬼故 是沒有了一塊,他不知道 受了傷 打電話,冰室請假 然後他們已經說 喂,你不肯定,你坐下 然後說,喂,叫同阿權 阿權說我們,那裡的夥計 受了傷 就是這樣,出來了 那個年輕人就走了 另外也因為茶樓荒廢當年 很多鬼怪傳說 但是最重要 就是這個茶樓裡面 有一部綠色的升降機 曾經發現過有人頭 這個也是北河街白牆大廈的 毛頭絲身噴血鬼故事 根據這裏 另外這本書就是 我將會介紹這本書 香港的官方紀錄裏 最早出現的升降機是1955年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太遲 可能有些山頂的豪宅,私人地方 現在的現代的升降機 大家聽清楚 是會分內門和外門的 OK 所有新建的升降機 一定是用電動操作的 但是60年代的時候 電動升降機的門 雖然已經面世 但是當時不普及的 所以很多樓宇仍然是用 舊式的手動門 而這些手動門 通常是由密封的門板 和一塊磨砂的玻璃 有沒有印象 磨砂的玻璃組成的 方便看到升降機到達的情況 OK 政府早期也沒有限制窗口的大勢 後來意外事故憑生 所以就開始立法監管 OK 在1965年 7月11日 剛才我們講的 百祥大廈北河街 1963年 4845號 1963年 1963年建成 在一塊白牆大廈建成 就是現在兩年 百祥大廈發送了一宗 罕見的名案 大家記住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剛才說 百祥大廈一間酒樓 德企酒樓那一家人是1983年過世的 事情之後他們發覺有毛頭鬼鼓 因為他們裏面有一部綠色的電梯 根據他們所說 但現在我這個故事是在1965年 即是被他們說會發現的毛頭鬼是超過20年 但我現在說的都是一個毛頭鬼的故事 那是否始終都有毛頭鬼 這個百祥大廈 因為曾經是很轟動 容許我和大家美美到來 在1975年7月11日 不是721 深水埗百祥大廈發生一宗罕見名案 大廈在五樓升降機門口 發現了一具毛頭的屍體 而且還在噴血 即是被人沒了頭 噴血 發現者是住在該樓層的一名女性居民 據說當時該大廈十樓一個單位 剛剛賣了 業主就請一個電燈技工為單位安裝電線 那個技工就一直由上而下 檢查各處的電線路 去到五樓的時候發生意外 為什麼呢 這個大廈的升降機門上面有一個尺寸高22寸 就是這樣 闊十寸的升降機 層層都有的 層層都有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層的門 出的門那塊玻璃 是不翼而飛的 或者爛了的 估計當時這個員工呢 就是伸到頭進升降機門的窗口 誰知道那個升降機 剛剛從上面下來就切了頭 於是他默默著在那個升降機門前 噢 你老母 大家想到什麼 我的身份 頭有噴血 噢 你老母 那個五樓那個女人見到很冷靜 這個當然恐怖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 你有一個22寸 都幾 闊十寸 22寸 其實你是不是會把頭伸出去呢 就算你沒有常識有升降機門 你怎麼會把頭伸出去呢 好了 這個女人在浮兩鏡 就嚇到你了 你是 聽到外面 啊啊啊啊啊 有這樣的聲音 很奇怪 就走出去 竟然看到這樣的影像 嚇到臂料都流了幾滴出來 立刻打電話 通知大廈管理員和報警 好了 他們出來 那個巫頭絲繼續不斷地地上滾動和掙扎 直到十幾分鐘後才完全停止 開頭的時候 警方認為這是一件一件空殺案 甚至乎認為死者是被黑社會加法 他將傳動大廈圍封 然後呢 就去找死者的頭部 開始的時候毫無頭緒 直到一個小時後 是在升降機的基礎的卷軸降纜 在軸上發生一個被搞到人生血肉毛的人頭 而只剩下口部以上 因為海機可能都搞爛了 好了 當然在1965年的時候很控補 但當時的人比現在厲害 當他們第二天在新聞紙 香港市民竟然增傷前往該大廈 為什麼 要一島怪獅 現在的人聽見你不敢去 以前的人是要一島怪獅 而人潮一直由北河街排到深水埗碼頭 你說多誇張 很遠 深水埗碼頭 大廈附近幾家酒樓也充滿打探的人 後來要觸動警察維持秩序 直到天天的晚上人潮開始散去 事件發生之後 那一棟大廈就開始傳出沒有頭鬼 找人頭的傳聞 你說這一個是否呢 為什麼呢 我們看回1965年發生的時候 根據安叔說 這不一定是 一定是之後 他說不時傳出鬼怪之說 譬如說酒樓裏面有一部綠色的升降機的底部 因為曾經被人發現過人頭 應該是同一單 但是 酒樓東轉離世之後 那些人經常有人說 在那個空置的酒樓裏面 看到一個沒有頭的屍體去找頭 這些可能是有人這樣說的 但是更加給我們對這些鬼故的研究 當然是因為有這樣的背景 就一定是這樣的 真的是處作父父的故事 這些電腦都還很多 什麼啊 這些電腦還很多 在唐樓 打開門 自己拉閘 當然 也有些 它是這樣的 一般來說 它是這樣的 現在你說這隻電腦 它裡面的電腦都是電門來的 外邊的門 剛才那些是綠色的那些是自己拉的 或者有些是以前他們 然後那個閘門是自己拉的 就是幾種 唐樓不少 有 唐樓叫洋樓 我搭過在西班牙 門都沒有 就這樣自己拉閘 然後一直可以看著外面 那個電腦上去拉閘 立刻有鐵閘 就算左右後面都是鐵閘 嘩 很厲害 很棒 以前我們在觀塘的時候 那隻已經很舊了 即是工廈的 工廈的 都是很舊的 要上下拔的 還要整個 那些麻煩 那些如果給我 就是腰斬不到 夾到痛 但是你說那個人為何會伸人頭出去呢 我到現在我不知道當日的警察怎樣查 為何會伸人頭出去看電線 怎麽這麼妄狗 好了 Anyway 大家記住 踏入這個鬼月 就說 你不要轉著臉 還有不要貼牆走 還有不要鬼叮叮叮叮叮 夜晚不要出街啊 夜晚其實他都是這樣說的 還有 你在家裡有什麼 夜晚不要洗衣 什麽浪山那些 好多的 這些禁忌 OK 連連講語言 講得我都記得了 好 明天再見 拜拜